本是一个优质情人 在吉林省通话市柳河县里 有一个叫王月的女子 王月性格开朗 长相交好 现在独自一人居住在这套两居室里 因为离婚这么多年 自己挺孤独的 子女不在身边 所以我特别希望找一个能提取我的 这些马能照顾我 在我生命的时候有人给我端水送药 也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王月走进了六河县内的一家婚姻介绍所 其实觉得婚介所可能是选择的余地能多一些 然后自己的圈子比较小 接触不到可能比我条件好一些的男人 我就想找一个最起码不脱离我自己家里这边 能帮助我的这么一个人吧 在婚姻介绍所里面 王月登记下了自己的个人信息 其实我一开始也没相信 就是说希望有他这么一个平台 找到一个这么个人 然后我再进一步的了解 很快婚介所的工作人员给王月打来电话 告诉他有个和他年龄相仿的男人 要介绍给他 就是经过婚介所介绍吧 说他家庭条件挺好的 这是这个男人在婚姻介绍所登记的资料 通话林业系统退休职工 有楼房无牵挂 月薪2700元 他叫张萍 26号婚介所给我打电话 那天他约我去那个见面 于是第二天晚上 王月和张萍见了面 他挺说的吧 侃侃而谈 我觉得我这个年龄能碰到这样的人 我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 这一天是2012年代12月27日 距离新年只有四天的时间 然而就在2012年代最后一天 王月却慌张地跑进了柳河县公安局 他是来报案的 他说他被自己的男朋友抢劫强奸了 没想到一步走到现在 我也挺后悔的 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切还要从两人见面那天说起 因为不可能一开始见面 就说你把身份证拿来我看看 应该两个人就是逐步的了解 觉得合拍的或者是怎么样 一点点慢慢的了解 第一次见面 张平给王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然后通过我跟他接触呢 这个人也挺水和的 挺大方的 比如说像我们见面第二天 他又有吃饭 他就抢着复照 然后觉得他这个人挺大方的 王月对张平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于是他有了进一步 与张平交往的念头 此时张平提出想去王月家看看 我觉得挺不合时宜的 我就没让他去 但是张平还是坚持把王月送到了他家楼下 但是又过了一天 他说你家缺什么东西啊 我给你送去 他就买了一桶油 买了一瓶蜂蜜送到我家 虽然一桶油和一瓶蜂蜜并不值多少钱 但是当张平拎着这些家常用品出现在王月家门口的时候 王月的心里有了一丝感动 从来之后我就觉得我真是需要这么一个人来照顾我 我也挺渴望的 但是王月却没有表现得很褚蜂 我是离婚这么多年的人 也挺注意保护自己的 一开始我对他也是没有完全相信 很快就到了2012年12月31日这天了 一大早王月像往常一样起床做早饭 那天准备吃早饭 他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说我送在家做饭呢 他说那我给你买点菜过去吧 我一想那就让他来吧 虽然王月觉得和张平的关系 还没到可以自由出入对方家里的地步 但是张平热情的态度 再加上白天周围邻居也都在家 就算张平有什么不轨企图 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于是王月就同意了张平的要求 这样自然而平常的举动 让王月觉得既甜蜜又温暖 但是甜蜜背后的危险 也正一步步向王月走来 我们一边吃的饭 我一边喝的水 不是不觉得 我就觉得冰倒了 然后后面的事情 当王月再次醒来 却发现自己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 而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包括衣柜里的两件貂皮大衣 都已经不见了踪影 究竟是什么让他卸下了防备 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信任这个男人 究竟是什么让他昏昏欲顺 充满回忆的短信 态度诚恳的道歉 他的转变背后究竟一遇何为 危险恋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气氛的王月很快报了警 去前给我感觉 比较迷糊 昏昏沉沉的状态 喝多酒 赶去前 有一话还说不清楚 前进派出所的侦察员 很快清点出王月丢失的东西 除了把女受害人的包里的钱包 包括银行卡 身份证 直接一空外 把家里就是贵动物品 包括各种翻箱倒过 再说的女被害人的什么 两个貂皮大衣 包括他的接手 很多洗钱一空 而王月的家里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什么痕迹都没有 他是被那个嫌疑走起来 全熟悉了 包括厨房 还有他的那个房间 卧室都熟 已经都熟悉了 嫌疑人留下的痕迹都被打扫干净了 那么又怎么找到他呢 侦察员根据王月提供的线索 迅速展开侦察 因为他这个给咱们提供的信息特别少 因为一是说咱们通过被害人了解一下 就是说 因为切入点就是被害人 被害人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接触 就是因为在一起共同接触了这两三天的时间 所以说但是他提供的信息和上婚介提供的信息 咱们看的唯一一个就是说的和这女方联系 是留下的一个手机号码 既然是婚姻介绍所把张萍介绍给王月的 那么在婚姻介绍所里应该留有张萍的身份信息 侦察员很快找到了这个婚姻介绍所 他在中介留的信息 就是说的那个联系统退休之后 有房产 无小孩 这个条件看起来非常诱人 在我们这个地区的经济状况来说 月薪三千块钱 咱说退休址公主就算搞的 根据要求 在婚姻介绍所当机 寻找另一半的人员 都要留下自己的身份证 但是张萍却并没有提供他的身份证 婚介当时要求 咱说的犯罪嫌疑人提供他的有效身份证件 犯罪嫌疑人变成 他的身份证丢死 正在补办中 所以下早把身份证付印件送到婚介 所以你先把我的信息给我发出去 婚姻介绍所的工作人员 对张萍的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当天在张萍登记完信息之后 工作人员要求张萍缴纳100块钱中介费 张萍毫不犹豫地从衣服内袋 拿出一打人民币 在工作人员面前晃了一下 从上面抽出了一张交给了工作人员 陷入为主的观念 使得工作人员认为 能揣着这么多钱出门的人 怎么会是骗子 于是即使张萍没有出示身份证 工作人员还是把他介绍给了王玥 由于张萍是婚姻介绍所介绍的 王玥理所当然地认为 张萍已经向婚姻介绍所登记他的身份证了 所以也并没有主动去核实张萍的身份信息 他们的信息也是都是通过婚姻登记的 所以说他们对婚姻这块 因为考虑到应该可能婚姻已经核实完信息了 要是婚姻不核实信息 他们也不能发 正是这种想法给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一个可诚之计 如此看来 这一切应该就是那个叫张萍的男子精心设下的一个陷阱 那么此时让大家疑惑的是 张萍是如何取得受害人的信任 最后又是如何让受害人昏迷不醒的呢 就在侦察员思考这些疑问的时候 受害人王岳拿着手机再次跑进了侦察员的办公室 他说他刚刚接到了张萍给他打来的电话 内容就是说他比较喜欢这个女侦案员 再一个啥呢 就是说他做错了 然后他在这个女侦案员家抢的这些基金手的刁皮大衣 就是说让这个女侦案员你给我提供那个邮寄地址 或者说你提供那个银行卡 我把这个钱和这个这个刁皮大衣都给你邮回去 难道张萍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悔意 但是在调查中侦察员却发现 在张萍与受害人王岳通话的同时 王岳的银行卡曾经被人使用过 在柳河县邮政储蓄的一个自动柜员机上 监控探头拍到了这样的画面 这个人就是使用受害人王岳银行卡的那个人 只见他很从容地将卡插进去 俯身下去按密码 反复几次之后 这名男子又将卡拿走了 他会是张萍吗 侦察员将这段监控录像放给受害人王岳看 王岳很肯定地指出 这个人就是张萍 既然张萍已经得手了 为什么还要给受害人王岳打电话呢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难道真的像短信里说的 张萍只是一时动了歪念才筑成大错 他现在心存悔意 所以才会主动联系王岳 虽然张萍发了好几个短信 信誓旦旦的保证要把钱给王岳退回去 但是等了几天 王岳始终没有收到来自张萍的绘画 反而张萍还在不断询问王岳新卡的密码 在这个女士外人的钱包内 不仅有印象卡 而且还有身份证 她拿着她的年月日 试了多次她的银行密码 而是没有失踪 张萍并未从王岳的卡上提走现金 由此警方猜测 张萍到替换机 是为了实验王岳银行卡的密码 输入了几次不成功之后 张萍只好带着王岳的卡离开 所以她卡里确实有很多钱 所以说她就在银行重新开了一个卡 但是说她把重新开了一个卡的密码 设成她就最容易记住原先的卡的密码是一样的 她给这个嫌疑发了过去 而张萍那些还钱的谎言 很可能是为了套取王岳银行卡的密码 当得着王岳已经挂失了旧卡 并且报了案之后 张萍的态度又变了 还是在骗她 在接下来的电话和短信中 张萍不断地表达着对王岳的关心 但是她最后的目的就只有一刻 想你就是别报案 侦察员让王岳给张萍打电话 希望能够从这些语音通话中 劝说张萍投案自首 最开始是打电话不急 她就想看她的地方是什么反应 虽然张萍没有接听王岳的电话 但是很快张萍就给王岳回了个短信 就是说我这个手机就是欠废了 我只能发短信 和女受害人就是说 一是说她只知道 因为后期她只知道女受害人报案了 所以说她心理上就是宏度女受害人 使她尽快地脱了一刀 咱们这个侦察的范围 这个方法没有奏效 侦察员觉得 既然张萍想让王岳消案 那么她一定会再跟王岳联系 而她使用的这张电话卡 还会再跟随她一段时间 那么通过技术手段 能不能找到张萍 然而就在警方准备通过技术手段 寻找张萍的时候 受害人王岳再次收到了张萍的短信 在短信中张萍不只是让王岳消案 她还给王岳发来了三张照片 看似道歉的短信 却另有目的 三条彩信 让受害人慌乱心致 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流畅作案 王岳并不是最后一个受害人 温情款款的背后 施则包糖祸心 危险恋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小王你好 我给你发了三个彩信 请查收 当王岳打开这三条彩信的时候 他当时就懵了 原来三条彩信 竟然是自己的裸照 其实经历第一次婚姻之后 我就挺害怕的 这十多年 都是我一个人 带着孩子自己过日子 挺苦的 好不容易走出这种困境 想寻找另一份感情的时候 我就遭到这次打击 我觉得我不相信了 不仅如此 张萍还告诉王岳 自己手里不仅有裸照 还有一些视频和声音片段 他发给王岳的短信 内容不堪入目 这让王岳感到难以接受 我们柳和这个受害人 现在要记得提到 这个犯罪行人 就是包括也是浑身发抖 包括网上一整 就是自己做梦 就是吓醒 那你说这 自然不是 你就是自己去哭醒 面对受害人痛苦的表情 侦察员的心里 很不是滋味 他心脏的可靠的 其实那个 数字也大了 也需要互相照 所以他就请上中介所 去找 那天想找这个江源 张萍嚣张的气炎 让侦察员感到很愤怒 但是怎么才能找到他 警方分析了张萍的作案手法 他与王岳是在12月27日这天 通过中介介绍认识 12月31日 张萍就实施了这起 想劫强奸案 张萍的手法如此老变 那么他应该不是第一次作案 侦察员串并了周围县市 类似的案件 果不其然 王岳并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受害者 因为咱们的案件是 2012年的最后一天 在2013年的1月2号 在我们邻近的每个口事 也以同样手段 发了一起这样的案件 而在邻近县市 发生的这起案件中 犯罪刑警人 依然只留下了一个手机号码 而这个手机号码 就是张萍在柳河县内的 婚姻介绍所 留下的那个号码 侦察员根据相关的证据发现 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 这个叫张萍的男子 就在附近县市 作案供6起 而这6起案件的受害者 都是年龄在35到50岁左右 离婚多年的独居女子 他们都是通过婚姻中介 结识的犯罪嫌疑人 他一般说到一个婚动处 都不出示自己身份证 都报的假年 而且在婚姻介绍所 将犯罪嫌疑人 介绍给受害人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主动去核实过 该名男子的身份信息 这几个女受害人 比较容易亲信对方 共同点就是说防范意识差 但是让侦察员不解的是 就算受害人的防范意识差 这个张萍的作案速度 也未免太迅速了 他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 就是三到五天 两三天 基本上就离开这地方 陌生男女的交往 就算再快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达到登堂入室的地步 这个张萍是怎么做到的呢 警方分析了这几名受害人 提供的资料 突然发现 他们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点 当他们醒来才发现 自己已经被强奸抢劫了 那么这个张萍 究竟对这几名受害人 施了什么魔法呢 根据张萍的作案路线 侦察员分析出 张萍大致的行动轨迹 他们将张萍的落脚点 锁定在了吉林省白城地区 咱们到了白城里 因为白城口站已经很大 所以说我们指数的 一个大概的范围 所以在哪个哪个旅店 应该说我们考虑 应该是在旅店落脚 于是侦察员带着张萍的照片 在划定的范围内 挨家挨户地寻找 我是在附近的旅店 挨家进行了走访 但是说在走访过程中 都是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 但是说我们在咱们 前期侦察过程中 就是说在犯罪嫌疑人 让柳河优动储蓄 取起来时 提供了个清晰的影像 咱们把这个影像的截图 就拿着放大以后 挨家旅店要旅店老板印 最终侦察员在一家旅店的地下室里 找到了张萍 他抢的钱快 所以说他消费点快 按他讲 有钱我就晃 没钱 但是他这个人 有个挺 因为在抓的过程中 他包括他自己都带着电放过 自己有个电放过 就是说你找到哪自己做饭 犯罪嫌疑人董刚 张萍 只是他给自己起的一个假名字 在审讯室里 董刚解答了侦察员所有的疑问 条件优越的情人 却是无业有名 先线大桥的中介 却成为自身犯罪的温床 如何防范 别有用心的友情郎 如何绕开通往幸福路上的半简直 犯罪嫌疑人 受害人 警方都为您支招 危险恋人 天望满目正在播出 董刚 黑龙江人 午夜 犯罪嫌疑人 画牢比较会提借人 就包括我们侦察员在审讯 在审讯他的时候 都说你们那个别生气 你们累了不行 你们休息休息 然后那个我这一会儿我就都跟你们如说 如说讲 和以往那犯罪嫌疑人不太一样 那么 董刚是如何实施他的犯罪行为的呢 首先 董刚会选择一个当地不算太大的婚姻介绍所 根据婚介所的要求 添写一份个人资料 天好客人信息之后 婚姻介绍所 一般会要求董刚出示身份证进行登记 董刚说 大多数婚姻中介所都是见钱眼开 所以自己一般会在衣服内袋里装上一打钱 交中介费的时候 他就拿出来虚晃一枪 警方在抓获董刚的时候 也同时起货了他说的这打人民币 原来这竟然是一打民币 这民币卷着一卷 所以说就像一丑 大一串这样人民币一百元块钱 因为他是拿了不少钱 那鞋子他拿的是民币 董刚说 正是这先入为主的观念 使得婚介绍的工作人员认为 自己是个大款 不但不追着要身份证了 反而积极给自己介绍对象 而在选择作案对象上 董刚也有自己的一套观点 他选择的女性 不是说选择漂亮 而是说专门选择女性 是戴不戴基因手势 戴不戴尤其像项链 手朵这些基因视频 让人家看看有环境怎么样 通过这个判断你这个女性 是否经理条件好 如果好的话 他就拿出 如果你长得再好 条件不行 条件不好 没有基因手势 他就给你拿出 那好看的 他没戴基因手势 我都不是为了设 为了设 我就挺好看的 在一个外边小姐 我上中介绍找去玩 主要是就是为了财 有的他不好看的 他有的他戴戒指 戴着 这好看的 我怎么说性能来不上 或者找个借口说 我不敢要你 我配不上你 选择好目标以后 东刚一般会约受害人吃饭 中介绍 介绍完了之后 不得吃饭 能讲的吗 说我有楼 在饭局中 东刚一般会把自己的条件 说得特别优越 但是实际情况如何呢 连平房都没 就连我儿子都没了 平房都没 也俩啥都没 但是此时 受害人已经被董刚的优越条件 和花言巧语迷惑了 我条件优越 我是瞎扁 是不是 在咱们第二个人花钱大方 到此前面必须大方 说话乐 有点共同语言 然后到了第二天 董刚一般都会买一瓶蜂蜜 和一些生活用品 给受害人送到家里去 这些日常用品 花不了几个钱 但是董刚知道 这个年龄段的女人 需要的不是多么值钱的礼物 她们需要的是一颗 关爱她们的心 而她之所以还要送上门去 正是为了要认清受害人的家 到了受害人家里之后 董刚会对受害人提出 非分的要求 如果受害人同意了 董刚的这个非分要求 那么董刚就会采取诱骗的方式 来骗取受害人的钱财 这个犯罪嫌疑人 就是说和咱们这个女受害人 议事的第二天 就要和这个女受害人发生性关系 这个女受害人当时就说 说咱俩还不熟 因为咱俩才议事两天 可能咱们以后要说就熟了 或者咱俩真成了 所以以后我的一切都是你得被核化身体 所以说坚决没同意和她发生性关系 如果董刚的这个非分要求 遭到受害人的强烈反对 那么董刚则会实施他的另一套计划 第二天 董刚又会以送菜送米的要求 进入受害人的家 现在的原来自愿也占便宜 老爸烤了一点 在进入受害人家中后 董刚则会以各种借口 主动要求给受害人 冲一杯蜂蜜水 而在他的随身口袋里 他会带上一袋抹好的安眠药 在他冲蜂蜜水的时候 就会把随身携带的安眠药粉倒进去 不知内情的受害人 在喝了含有安眠药的蜂蜜水之后 很快就昏沉沉地进入了梦想 于是董刚则借机对受害人实施强奸 他说他强奸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受害人拍裸照 威胁他们不要报警 在强奸完受害人之后 董刚则会将整间屋子打扫干净 清除自己所有的痕迹 董刚始终认为 自己的行为是骗婚属于诈骗 但是他的行为却被公安机关定性为 抢劫和强奸 他给女性用的是一种麻醉药 下到饮料里或水里 然后让被害人喝了 使被害人丧失意志以后 实施的这些犯罪 咱们应该定性为强奸权权 犯罪嫌疑人董刚说 根据他的经验 只要做到以下几点 那么像他这样心怀不轨的人 是根本无法下手的 首先要身份证 这是一个 在中介所 本人见面也得冲本人要身份证 中介所没管我要身份证 我跟出了一样的人管我要身份证 那我还没有 这样我自己就躲避了 那一旦要求要生任 我就不敢了 我就逃避了 躲避 就放弃了 核实完对方身份之后 也不要贪小便宜 两人交往 要始终抱着平等的心态 女性朋友 在说的 一是 尽可能的 在说的 核莫声音 记得属权 不要轻易 领核声音 回到自己的住处 再一个啥 就是说的 必须要核实 它的有效证件 因为婚介这块 它是一个盈利线的东西 所以是盈利线的机构 它是有很多时候的 它把关不严 所以说 我们也希望 女性朋友 能擦亮自己的眼睛 而在采访中 几名受害人 也同时提到了这几点 其实 经历了这么多 我觉得 每次 应该选择的时候 应该谨慎一些 虽然是婚介所 它给你提供这些信息 但是对于 保护自己的话 还要认真核实一下 再一个 就是不应该把这个陌生人 在这么快 不了解情况下 带到自己的家中 也希望以后 跟我有同样经历的人 一个警示吧 婚姻中介所 并不在公安机关的管理范畴内 但是为了保护百姓的财产 不受损失 柳河县公安局 也愿意为这种婚姻中介 提供身份验证的便利条件 这样呢 一个是有利于我们公安工作 因为这里边 是不是有威尔犯罪 是不是有再逃人员 第二个呢 也避免了 像被害人上当受骗 也避免了 像类似案件里发生 帮助两个失去伴侣的人 重新找到另一半 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是因为婚姻介绍所的 不负责任和疏忽大意 不详细核实当机人的身份 导致受害人 被人骗财骗色 提供这样虚假的信息 必然要接受相应的处罚 除了婚姻中介行业 要建立相应的规范 即使自省自律以外 那些想通过婚姻介绍所 寻找另一半的人 也应该擦亮自己的双眼 在与陌生人接触的时候 认真核实对方身份 这样才能保证 在通往幸福的路上 不会遇到骗局与献解